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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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讲里面我们打算讲四个大问题 第一个问题讲近五千年来气候变化的时间差异性 第二个问题讲东西南北气候变化的空间差异性 第三个问题讲中国气候历史变化的社会影响 第四个问题我们讲气候差异性变化的原因与社会应对 下面我们开始讲第一个方面经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时间差异性 中国历史气候主要是指新时期时代以来中国地区的气候变化过程 包括气候冷气温冷暖和干湿状况两大基本要素 这方面可以分为高温气或者叫大暖气 与气候适宜气 气候适宜气又分为温暖气或寒冷气 著名的科学家朱可振先生 中国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抽步研究这一篇论文 系统的总结了中国气候变迁的规律 将五千年来中国气候变迁分为四个阶段 考古时期 务后时期 方置时期 或仪器观测时期 在这个基础上面 我们国家很多的专家技术进行研究 将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的周伟林教授 张修贵教授 和现在的主任满知名教授 以及著名的地理学家张培阮先生等 在这方面都有接触的研究成果 我自己在1996年 也发表了中国历史上 气候变迁的时空差异性及影响 这个详细可以兼人民大学 中国地理1996年第十一期 下面我们就根据这些成果 做简要的介绍 一 中国气候变化的四个温暖期 和四个寒冷期的交替 第一个温暖期 是公元前3000年到公元前1100年 第一个寒冷期 第一个温暖期是公元前1100年到公元前770年 第二个温暖期是公元前770年到公元抽年 第二个寒冷期公元抽年到公元600年 第三个温暖期公元600年到1000年 第三个寒冷期公元1000年到1200年 第四个寒冷期 第四个寒冷期1200年到1400年 第四个寒冷期1400年到1900年 第一个温暖期我们说也就是相当于养少文化到印上时代 这个时期从西岸半破遗址 公元前大概5600年到公元前6000年 这个遗址里面发现有 日暑、河路、章等亚热带的东吾 古洛遗迹 这个时期的河南安亚印术遗址里面 出头的有亚洲乡、犀牛等热带大型东吾遗和 另外 加古文记载 当时安阳人种水稻 是阴历二月下种 下种比现在早一个多月 六七千年前 河北平原、津津地区、辽河流域 东北三江平原、长北山区 都是以阔业林为主要的支配 燕山南路、泥探层和爆坟、化坟分析表明 五千年前那里生长着大量的阔业林 代表着相当温暖的气候 由此可见 当时的年平均的气温比现在要高两到三度 亚热带冬之屋的北界生长线比现在也要北上两到三个尾度 第一个寒冷气从工人前一千年到工人前七百七十年左右 也就是西州的寒冷气 诸书记年记载周孝王时期长江汉水连次冬结的情况 说明当时的气候比现在要寒冷 那么第二个温暖气 大约从工人前七百七十年到工人凑年 也就是当周战国情汉这个温暖气 春秋里面记载楼过春真月无冰 二月无冰等 荀子复国篇或孟子高子沙都记载 七楼地区能业种植一年年熟 都说明当时比现在的气候要温暖 那么第二个寒冷气从工人初年到工人六百年 也就是魏晋南北朝寒冷气 这个寒冷气以工人四十几前半期达到顶点 四十通间即在进城地初年 渤海湾从昌里到银口连世三年建兵 冰上可以往来车马 年平均的气候比现在要低两到四度左右 第三个温暖气从工人六百年到一千年 也就是水塘温暖气 期间工人六百五十年六百八十九年六百七十八年 冬基长安五雪五冰可见当时气候温暖 第三个寒冷气从工人一千年到一千二百年 也就是宋朝的寒冷气 也就是宋朝的寒冷气 此间工人一一一一年太湖全部接冰 冰上可以寻走车马 一一一零年一一七八年 福建的立志两度全部冻死 可见当时是比较寒冷的 那第四个温暖气从工人一千二百年到一千四百年 也就是相当于元朝元代的这一个温暖气 其中一二二四年 道士邱楚基在北京长春宫做春游诗 在清明时节兴化开 万户千门日往来 说明当时北京的气候比现在要温暖 第四个寒冷气从工人一千四百年到一千九百年 也就是叫做明清寒冷气 这一个寒冷气相当于西方人讲的叫小病气 在这个期间呢 有三个最寒冷的时期 我们称作叫严寒气 第一个严寒气是西洋大陆工人一千四百七十年到一千五百二十年 就是成化年间到正德年间 其中洪治六年 1493年 淮河流域大学 从当年九月将到第二年的二月放弃 第二个严寒气 1650到1700年 清朝初年的顺治年间到康熙时期 也是非常严寒的时期 江汉 东庭湖 太湖 盘阳湖 前部结兵 曾正六年 五台山八月初期 因年悬病苏百丈 文学下渔 七月二十七日 这个属下课有记里面记载 1840年到1890年 又是一个非常寒冷的延寒气 其中咸风九年 1859年六月 清浦夜间下大学 这一时我们会在这个中国历史经五千年来气候变迁 四个温冷气 四个寒冷气交替变化的一个标志头 从这个头上 我们可以看来 看得出来 五千年来 中国气候啊 这个温暖寒冷交替变迁 时间上的差异性是非常明显的 凡是这个先 第一个是寒冷的时期 最寒冷的时期是明清 明清这个时期 我们说还有三个严寒气 刚才说的是最寒冷的时期 那第二个方面问题 我们说 在中国这个领土上面 存在着东南西北气候的变化的空间差异性 这个特点也是非常明显的 从地球的纬度看 中国的领土 百奇黑龙江的降星 南道这么暗杀 南北夸49个纬度 从南到北 包括赤道带 热带 亚热带 温暖带 温带 寒温带 等六个热量带 其中 以温带 温暖 南温带 亚热带 面积最寒 这决定我们 这个历史气候的 类型的多样性 和气候变化 这个空间差异性的 这个基本特点 从海陆 从海陆位置上面看 我们中国位于世界上最大的大陆 亚欧大陆和最大的大阳 太平洋之间 由于地表热量状况不同 形成不同的温压场 从而产生明显的季风环流 对我国的气候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从世界相同的维度相比 中国的黄河流域相当于低中海一带 长江以南的维度 相当于百分的撒哈拉沙漠地区 按照形性季风的规律 长三角应该是一片沙漠 但因为压热带季风气候的作用 却实质成为温度高 降水量多的 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压热带 自然区 在中国 气候由南向北由东向西 依次坚能 森林草原荒漠沫沙漠也一次出现 从而形成量 东西南北气候的均源不同 最大的特点 就是形成量 东南中国和西北中国气候的自然分益 我们从这个下面的这个头上面 可以看得出来 这是清朝前盛时期 我们中国的江日头 在这个头上面 我们看到 这个人口密集的 东南沿海这一带 是我们称之叫森林支配最好的地带 是能更 是汉州人生活的能更地区 那么西北这一带 是人口稀少的 这是这个 有墨民族 国陈我们称之有墨地带 在支配上呢 主要是草原地区 荒漠地区 沙漠地区 还有湿漠地区 那么这个 这样的一个地形分益 主要是气候造成的 这个西北中国 也有的台湾的学者把它称为北系中国 这个呢 大概是 以历史上这个长城这个原先 还有后来 胡欢迎先生 地理学家胡欢迎先生 画的这个 胡欢迎人口线 下面我们还要讲 韦建县 分成的这个 西北中国和东南中国 这样的两个 这个地帽的状况 人口分布的状况 产业差异的状况 等等吧 我们说 都是由于这个历史世纪 气候造成 气候的变化 是它分益的一个首要的因素 从东西走向的三系列的深系看 中国啊 这个南北冷暖气流的屏障 构成了重要的气候分建线 这个分建线呢 我们说 其中 以海拔1500米到2500米的 秦岭深墨 作用最明显 林波是温暖带 岭南是压热带 所谓 湿热掀开 岭山梅 南至湘南 百向寒的湿具 正说明 秦岭是中国南北气候的分建线 海拔5000米以上的西藏高原 既得不到太平洋的温湿润的气候 又被喜马拉雅山切到了 来自印度亚的水汽通楼 使西北内漏变成为沙漠性的干燥的气候 加上西北利亚冷气流 由蒙古高原爆发性的南清 形成了强大的寒流 影响东半年 北部大半个中国 又加上西北日东南气候变化的空间 差异性 我们说就造成了刚才我们说的 中国这个低貌的明显的西南中国 或东南中国西北中国的分界线 中国历史气候变迁 有时间差异性和空间差异性 这样两个明显的特点 同时我们讲 犹如两种差异性的交互润型 对中国社会历史的发展 产生了多方面的深刻的影响 下面我们讲第三个问题 历史气候变化的社会影响 首先我们看看在政治上 在社会政治上有什么样的影响 气候的时空差异性 所造成的东南中国和西北中国的分野 对中国社会发展的影响 是极其深远的 现代地理学家 以赫龙江的墨河到云南的藤冲为两端 在中国地图上画一血线 血线以西以北称为西北中国 也有的人把它称为北西中国 拥有占中国领头面积 百分之六十左右的土地 和中国占中国总人口的百分之五的人口 大体上是历史上 有莫民族 也就是我们现在讲的少数民族的主要活动区 那么血线以东以南 被称作叫东南中国 拥有占中国领头百分之四十左右的土地面积 和占中国这个总人口百分之九十五左右的人口 数量 基本上是历史上 能跟民族 也就是我们经常讲的 叫汉民族 汉族 为主要的活动积蓄 那么这样一个人口的分界线呢 我们把它称作是这个人 胡焕永县城 叫胡焕永人口县 这个是著名的地理学家胡焕永县城 划分的啊 这个人口县 从赫龙家里墨河 到云南的藤冲 划一条血线 这个县的以西以北 这个在历史上还包括 这个外蒙古地区啊 包括这个库叶岛 包括这些地方 那在民国时期划分呢 是占中国领头的 以西以北大概百分之六十几 那以东以南呢 百分之三十几 当时这个人口啊 西边西北边呢 大概百分之四到百分之五 登南边呢 占百分之九十五到百分之九十六 到九二年人口统计这条线呢 重新勘测 基本上变化不是很大 那就是东南这边呢 百分之四十的土地 占了百分之九十五的人口 这边呢百分之六十的土地呢 还是百分之五左右的人口 那么这个民族的分布看呢 西北边主要是少数民族 油墨民族为主 东南边呢 主要是汉族为主 那从这个产业上来讲呢 这个东南中国主要是 才历时时期 主要是能耕 以能源生产为主的经济 叫能耕经济 那么西北中国呢 是以这个油墨为主的 叫油墨经济 这个人口先呢 我们说化分 也反映了中国历史上啊 这个气候变化的 实践差异心 空间差异心 所造成的社会影响 这个社会影响 怎么样我们把它叫做 政治上影响呢 由于这样一个 民族的分布 人口的分布 我们说完 世界上造成的两种文化 在中国这个国头的两种文化 这个相辅相成 那西北边呢 是油墨文化 东南边呢 是能耕文化 两种文化在历史上啊 既相互迎合 也有矛盾 相互斗争的一面 所以在政治上就经常的出现 南北朝对抗的罪面 这个政治上的影响 我们说完 就是主要体现为 南北朝对抗 在中国历史上 有人说有三次南北朝 第一次南北朝 明显的 我们说 是这个大家知道 魏晋南北朝时期 那么第二次呢 宋代 特别是南宋时期 或北方呢 也是形成的一个南北朝 罪面 有的统治呢 还把这个第三次 就是明朝 前期 中前期啊 就是明朝 或北元蒙古 也看成是一个南北朝时期 也看成南北朝时期 我们说 在西北中国与东南中国之间 由于南北朝 这样的长期对抗 就存在了一个内边家 内边家 也就是长城 古长城原先 在大体上 活历史时期的 能抹出 这个自然分店线 江湾河 早在 121年 宫人121年 道次秋楚基 百过张家口 这个就吟诗 说 登高南望 俯视太行驻山 秦南可爱 百过 但 寒沙摔草 中人之风 自私各决意 这个就讲了这样一段话 明显的 很典型的反映着 这个长城两边呢 不同的风貌 不同的这个 地貌 自然的社会的差异性 《辽诗盈未知》里面也讲 长城以来 多余多数 其人更加一世 桑麻一矣 公事已知 成果已知 这个是讲 登南中国在历史时期的 能跟社会的风貌 那么大漠之间 就是塞白长城一百 多寒多风 虚莫田鱼以时 皮毛以矣 转系随时 车马为家 此天时地利 所以先南白眼 这个呢 更是非常清楚地讲了 讲清楚了 历史时期啊 这个以长城为界限点 这个西北的中国 或登南中国的差异性 这种地利环境 最近呢 中国历史上 能莫分屈 能跟民族 有莫民族 这两种文化 两种经济 两个民族相互将往呢 又相互矛盾 相互兵戈相待 每当寒冷气代替温暖气的时候 总有大规模的油墨民族 向南方湿润的地区迁徙 中原地区 能业王朝 便面临着 来自北方油墨民族的挑战 其中 公元四百年左右的 五湖乱中华 就是 兴楼玄备 借底江 这几个民族啊 向中原地区迁徙 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跟气候的变化有关系啊 公元一千二百年左右的 七单 女郑州 还有蒙古这个民族 借中南下 以及公元一千七百年左右的 满族的日观 我们说 都市和历史时期啊 气候变化 有着这个密切的关系 犹如这个人口向南迁移 我们讲的这个能莫民族 特别是民族争传里面 尊实的创通 便在所难免 在所难免 我们说啊 这个在历朝历代都看到很多丰富的私利 中原王朝和北方少数民族政权之间 占于何的关系 始终是影响或制造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一个关键的应收 这个南北之间的对抗的状况 我们可以从地图上看得出来 看 这是 东京时期或前秦 这个白发 这些少数民族建立了很多政权 或汉族人建立东京政权 南北对抗 南北朝时期刚才说的 那是非常明显的南北朝对抗 南北对抗 这一段历史啊 是非常复杂的啊 我们说 农免民族的这种对思 是直接影响中国政治史的发展 随着每一次大的军事冲突 都要出现典型的南北这个政治上啊 这个对抗或者分裂的军面 于五湖浪华 这个相伴随的是第一个南北朝时期 白发的十六国百位百姬百周 这刚才我们说的 那么南方的东京或宋岐良城 这四个政权对死 于其他女镇蒙古南下乡伴随的是 第二个南北朝时期 辽津和连宋政权的对死 到了明朝啊 先是明秋明政权 如百元蒙古政权对死 继而是明末南明政权 或清政权对死 所以有的人也把它叫做 这个第三次南北朝 由于长期的南北对死 能业民族 要抵抗强大的有莫民族的南下 不得不凭借这个专制的集权 要依靠中央政府的专制集权 走至分散的农民 去修治万里长城 保卫自己的这个民族 滥足乐业 所以我们讲啊 这就是中国历史上 专制集权长期存在的 一个重要的依据之一 向汉武帝冷凍工商业 加强中央集权统治 很大的一个因素啊 就是当时要击中全国的人力 物力财力去打兴隆 那么到了明朝的时期 我们说还是这个问题 明朝是一人 把蒙古赶到塞白 但是叫原王而施为王 原朝只是迁移到塞白 那明朝这时候啊 北元蒙古势力很强大 北元蒙古 那后来呢 演变成为武梁哈三威 中间的这个达达 西边的瓦剌散步 也是时常的同意起来 向南边进攻 明朝为了抵抗 这个北元蒙古的南下娃 在长城沿线 建了九大边防区 叫九边 九边长治尊队啊 八十万 每一个尊区啊 都是派中药的 这个降临在那里镇守 八十万尊队 长年的尊寺上的开支啊 要二百万两银子 那么明朝太仓的收入多少呢 一年也只有四百万两银子左右 那就是太仓收入 就是国库的收入啊 有一半要用于九边的防守 后来辽动一边 这个辽司兴起 满足兴起 一边一年的开支 就要上千万两的银子 所以后来为了加强辽动的防卫啊 搞三想家派 又计划了国内的矛盾 导致了明朝的灭亡 我们稍微休息一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